按個執行 OK 那可是問題 你想說老師那這邊都沒有小數點了 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把它變成沒有小數點 其實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輸出錢 再包一個Round 把它45入 這邊好像外面 比如說你這個公式外面可以再包一個Round Round nd 然後把它前後 逗點 0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 輸出的時候就是渠道整數 0就整數 這樣的話你輸出 現在是有小數點 加一個Round之後的話 輸出沒有小數點 這個是一個方法 方法1 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外面再包一個Round 刮弧 然後 逗點 0 刮弧 就是渠道整數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渠道小數點第一位就1 一之類推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在VBA裡面處理 或者是方法2 假如說你不用Round 而是你要怎樣 用它的公式 裡面的那個 格式 比如說裡面的格式怎麼樣 假如說我用第二個方法 這是第一個方法 Round 假設我不用這個方法 輸出 那一般我們會是 這邊按右鍵 出入格式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數值裡面的那個沒有小數點 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是用方法2 就是用 內部的那個 出入格式 來處理的話 你可以制定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裡面的這個數字 就是等於這個0 也就是說 你只要輸出一個0給它 其實這個底線就不用 0的話 它就是整數了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每一個都丟什麼 丟那個格式給它 這個格式就是 制定裡面給一個0就可以了 那如何在VBA裡面 可以自動的丟一個什麼 這個儲存的格式 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以後 如果你會有個格式 當然不只是這樣格式 還有更複雜 像底下這些 你也可以 在你的資料還沒輸出之前 先把儲存格先格式 再輸出資料 有沒有 先格式 再輸出 如果這樣不就OK 那怎麼做 這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也常常用到 教各位一個方法 如何在還沒輸出之前 先格式化 第一個 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 只要加一行就可以了 我們剛剛是 是在VBA裡面加run的 方法二是 在輸出之前 你先把它格式化 那怎麼格式化 特別注意 你先打一個Sales Sales點 點下去之後 打一個N 它有個屬性 叫做Lumber Format Locate 其實就三個單字結合在一起 Lumber Format Locate 這個呢 實際上就是什麼 剛剛的那個制定 後面的話 就給它一個字串就可以 對 等於什麼 剛剛裡面的字 結果前後加雙以後 給它一個0 這個呢 剛剛那個0 你把它放在這裡 就等同是 你把那個東西 放到這邊處理了 所以以後 反正你制定的那一串 你把它放在這邊 將來再輸出 你的值進去的話 它的格式就會照你格式了 所以這一招 還蠻好用的 以後的話 你只要輸出之前 先丟給它一個 它的格式 對不對 然後再輸出值 不就 很多事情都可以變出來了嗎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可以先輸出在格式嗎 有差嗎 當然有差啊 你輸出在 你輸出之後 在格式 好像也可以喔 先格式再輸出 輸出 輸出之後 但是你還是要針對那個 格式做 也應該可以 這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邏輯上是可以啦 可是實際上 反正等一下很簡單嘛